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9日 星期四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日前 社交媒體平台上的一段俄羅斯影片 引起全球的震動 聯合國也對此發聲 在此同時 北約8日警告說 烏克蘭東部的巴克姆特 有可能在未來幾天就會淪陷 但西方分析說 俄軍在巴克姆特的折選恐怕是烏克蘭的5-7倍 而烏克蘭有極好的機會破壞俄軍的精英部隊 日前 在Twitter上流傳了一段影片引起轟動 影片中顯示 一名被俘虜並且手無寸鐵的烏克蘭軍人 站在淺的溝水中吸著煙 當他叫出 榮耀歸於烏克蘭後 遭到俄軍士兵一邊奏罵 一邊用自動武器瘋狂掃射多槍 影片被俄軍上傳到網絡後 引起全世界嘩言 據《法新社》報道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工處發言人8號說 據初步檢視 我們相信這段影片可能真實可信 遭到俄軍殘忍處缺的士兵是41歲的薩杜拉 在去年12月22日被徵召入伍 薩杜拉之死 烏克蘭舉國悲憤 扎連斯基就這件事表示 一定會找到兇手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劊子手他們也會被挖出來 接受他們應有的懲罰 而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 7號呼籲國際刑事法院對這件事展開調查 而烏克蘭各界也在全球網絡發起快閃行動 薩杜拉的超像已經成為舉國團結抗俄的新象徵 有網友說 那些人震驚於俄軍士兵的殘忍和可恥 更為這名烏克蘭戰士 面對死亡時的從容不逼折伏 只有暫著死 沒有跪著生 有如此勇敢的戰士和人民 如此民族 如何可能被用武力征服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陶克昨天說 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造成的毀滅規模 將會危害好幾代人的權利 他說這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出現的普世人權觀念的違背 近日俄軍在巴克姆特展開強烈的猛攻 雖然多方猜測烏克蘭可能會戰略性撤退 但澤連司機明確表示會堅守巴克姆特到底 據《法新社》報道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對媒體表示 現在能看到的是俄羅斯在巴克姆特投入很多軍力 不能排除未來幾天巴克姆特有可能淪陷 北約強調俄軍罕見的前線勝利對普京來說具有象徵性意義 俄國恐怕不會輕易放棄 但俄軍拿下巴克姆特也不能反映出是戰爭的轉捩點 因為烏克蘭的戰略目的早已達到 那麼北約的這番話又透露出什麼意思呢? 據BBC報導 俄羅斯與烏克蘭兩軍從開戰以來持續在巴克姆特擊戰 西方官員推測 俄軍在爭奪巴克姆特當中有2萬至3萬名士兵傷亡 對於俄軍來說 慘烈程度與巴克姆特的戰略意義完成 不成正比 西方官員指出 但對烏克蘭來說 巴克姆特之戰是大量消耗俄軍的獨特機會 因為根據北約情報部門估計 每有一名烏克蘭士兵因為保衛巴克姆特陣亡 俄軍就會損失至少5至7名士兵 所以最後巴克姆特就算讓俄軍拿下 也要勢必要花費大量時間和慘重的傷亡得不償失 據CNN說 普京在巴克姆特投入了大量的阿加納僱傭兵 但阿加納創辦人普里格津 日前公開指責說 俄軍未能提供給他們足夠的彈藥作戰 顯然俄軍也正缺乏人力和裝備 另外巴克姆特戰役也暴露了俄羅斯正牌軍和阿加納之間的差異 根據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分析 俄軍在巴克姆特的持續失血破壞了阿加納集團精英 大大削弱了他們在其它地方發動更多攻擊的能力 這顯然是烏克蘭的戰略目的 讓烏克蘭有極好的機會奪取主動權 3月8日有海外媒體披露消息顯示 目前中共軍方正在加緊研究烏克蘭戰爭 結果發現最擔心的就是美國的導彈和星鏈技術 對此 美國政府正在準備一項新計劃 可能禁止美國在中國某些具有風險的特定技術領域的投資 外界分析 這意味著美國加大了壓制對手的軍事能力的行動 同時也是保護美國技術優勢的新舉措 綜合媒體報導 3月8日路透社報導披露 根據對中共國防期刊 近100篇文章的分析發現 這些中文期刊的內容 反映了和中共軍方有關的大學 國有武器製造商 和軍事情報紙囊團網絡中的數百名研究人員 正在努力研究美國武器和技術的影響 並認為這些武器和技術 可能會在台灣戰爭中 被用來對付中共軍隊 報導提到 中共軍事研究人員表示 他們正在研究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鬥爭 為與美國領導的部隊 在亞洲可能發生的衝突做計劃 據熟悉中共國防研究的外交官表示 需要研究什麼和研究的方向 最終都由習近平領導的中共中央軍委確定 以從材料數量來看 烏克蘭戰爭顯然是中共軍方想抓住的一個機會 另外 報導還提到 中共軍方研究人員強調 北京當局對星鏈的關注 並指出 星鏈衛星在這次俄烏戰爭中的出色表現 肯定會促使美國和西方國家 在亞洲可能的戰爭中廣泛使用星鏈 同時警告 中共正在發展自己類似衛星網絡的同時 迫切需要 找到擊落或禁用星鏈的方法 據悉 星鏈是由馬斯克的美國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開發的衛星網絡 在俄羅斯用導彈襲擊烏克蘭全國的電網期間 在保障烏克蘭軍隊的通訊方面發揮作用 此外 烏克蘭戰爭也在中國研究人員中 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共識 即無人機戰爭值得加大投資 事實上 北京當局一直在台灣周圍的天空測試無人機 中共軍方供應商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 Norinko曾經發文指出 這些無人駕駛飛行器 將成為未來戰爭的敲門磚 還有 中共軍媒也曾經發布文章指出 隔於烏克蘭戰爭機操作的獨次 和飆槍導彈對俄羅斯坦克 裝甲車和軍艦造成的嚴重破壞 中國應該提高它的保護軍事裝備的能力 對此 新加坡拉野勒南 S. Rajaratnam國際研究學院的安全研究員 許瑞倫 Colin Cole表示 長期以來 中共軍事科學家努力開發網絡 學戰模式 並尋找保護裝甲部隊 免受現代西方武器攻擊的更好方法 但目前星鏈Starlink技術 是他們不能輕易複製的先進民用技術 不能被用於軍事 確實是一件令他們擔憂的事情 對此 美國政府正在準備一項新計劃 將禁止美國 在中國某些具有風險的特定技術領域的投資 這也是在美中之間 日益激烈的競爭中 保護美國技術優勢的一個新步驟 據《華爾街日報》披露 近日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 在國會山提供給議員的報告中提到 他們正在考慮建立一個新的監管體系 以解決美國對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 海外先進技術的投資 報告稱政府可能會禁止一些投資 壓制對手軍事能力的領域 將是該計劃的一個重點 內部人士估計 該計劃將涵蓋對先進半導體、量子計算 和某些形式的人工智能的私人股權和風險資本投資 該計劃的重點是 防止美國的資本和專業資深 被利用來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防止美國投資者 向中國公司提供資金和專業資深 另外據悉 美國政府近幾個月來 一直制定一項行政命令 建立新的海外投資規則 有消息稱 世界上最大的風險投資公司之一 紅燦資本 已經開始調整對中國半導體或量子計算公司的新投資 以此為美國將出台的新規則做應對準備 對此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向本臺記者表示 實際上反映出來 這是中共的軍事力量的兩大軟類 一方面 中共缺乏獲得在台海戰爭中 除了制海權制空權之外的制信息權的能力 中共它其實一直都沒有在這方面的優勢 另一方面 是中共缺乏 保護自己的兩棲登陸部隊安全的這種有效的手段 而單兵導彈 它在打機登陸的艦船 還有低空的飛行器 以及中共運輸的坦克等等 這些重型裝備方面 是擁有極大的優勢 中共的這些研究講明了一個問題 中共它的確是在按照今天烏克蘭 明日台灣這樣的一個模式 在對這場戰爭進行研究 就是將烏克蘭戰爭 當作是台海戰爭的一個重要的參考 甚至是一次預演 中共它已經在對台海進行實戰意義上的備戰 中共它很有可能借監俄羅斯的導彈戰術的經驗 同時可能也會針對性去研究一些新的戰術 來解破這個星鏈技術和單兵導彈的戰術等等 其中無人機很有可能會被中共視為 是一個重要的突破性解碼的手段 在烏東巴克姆特進行的戰役已經持續了數月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8號坦然 巴克姆特可能在幾天內就會失手 但是強調這樣不代表戰爭的轉捩點 歐盟各個防掌則計劃 緊急數交給烏克蘭價值10億歐元的彈藥 英國《衛報》8號報導 斯托爾騰貝格表示 俄軍正將更多部隊、更多武力投入巴克姆特 俄軍遭遇了龐大損失 但是同時 我們不能排除巴克姆特或者在幾天內中章淪陷 但是它亦堅稱,很重要的一點是 要強調這個不一定反映出任何戰爭轉捩點 這個指凸顯我們不應該低估俄羅斯 我們必須持續提供烏克蘭支援 雅加納集團8號宣稱已經拿下該城東部 烏國總統澤連斯基警告 如果失去巴克姆特,將為俄國更深入攻擊烏國開啟道路 歐盟國家國防部長 星期三在瑞士首都會見烏克蘭國防部長列治·黎科夫時 將討論三管齊下做法 包括動用10億歐元的經費 在幾週內將各國庫存炮彈送往基庫 同時可能動用歐盟共同基金的另一筆10億歐元資金 為烏克蘭採購炮彈 英國BBC8號報導 西方官員指出 俄軍在這場戰役的傷亡人數已經達2萬至3萬人 CNN星期一報導 北約情報部門估計在巴哈姆特戰役中 俄羅斯軍隊的陣亡者數字 至少是烏克蘭軍隊的5倍 一碟烏克蘭軍官說 俄羅斯與烏克蘭軍隊在巴哈姆特陣亡比例為7比1 經過幾個月的光澤 巴哈姆特現在基本上成了廢墟 我們來看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美國北方司令部負責人星期三透露 中共政府在今年較早時候 擊落了飛越拉丁美洲上空的氣球 這個間諜氣球的擁有者是北京政府 在3月8日 北方司令部負責人范克 Glan Van Herc將軍 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 北京政府擊落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氣球 和他一起發言的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 李查森將軍 Laura Richardson 也證實了這個評估 在上個月 中共承認他發射的一個氣球 經過了哥斯達尼加和委內瑞拉等地 當局聲稱 由於天氣原因 用於測試的飛行氣球錯誤感 嚴重偏離了預定航線 在這次事件發生的同時 一個高空間諜氣球 在阿拉斯加的上空 被首次發現 該物體最終向下穿越加拿大 並回到美國領空 在蒙大拿州的敏感導彈基地上空 逗留了一段時間之後 穿越美國東南部 范克表示 美國的戰鬥機在2月初 擊落了南卡羅來納州海岸外的氣球 這顯然是一個重大事件 反映出中共對美國情報收集的做法 這位美國四星上將強調 美國必須盡快部署超視距能力 以探測來襲物體 近日 正在召開的中共人大政協兩會 公布了大規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接下來將進一步產生新的中共政府領導班子 與此同時 習近平正在對金融界實施嚴厲的大清洗 甚至李嘉誠的兒子都突然被取消政協常委的資格 此外 最新消息還披露 富士康開始在印度展開大規模投資計劃 近日中國深圳富士康工廠開始大搬家 印方已經派人來拆走了設備 對此觀察人士表示 習近平對金融業大調整 基本上將能幹的人都清除了 只會讓中國經濟更加惡化 綜合媒體報導 當前中共政府對金融財政危機爆發的擔憂揮之不去 面臨當前棘手的金融財政危機 習近平究竟能不能依靠新的領導班紙化解危機呢? 針對這一問題 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英國帝國大學學助教授許成剛 對美國之音表示 當前中共政府防範金融危機的手段已經不多 凍結市場不讓房價下跌 只會壓制增長 而大量印鈔、注資銀行又會引起通脹 所以中國長遠的整體的經濟下行的趨勢 是種趨勢不會改變 除非中共的經濟制度有根本變化 另外一點許成剛還指出 中共官方的數字從來是不可靠的 所以單純去看中共的官方數字 一定會犯特別大的錯誤 無論任何人、國際組織 包括國際基金組織 世界銀行 也包括華爾街的投行 如果單純依賴中共的官方數字 一定會做非常重大的錯誤判斷 最後許成剛直言 雖然中國的民企產出佔GDP的大頭 但大量利潤是被政府國企拿走 因為政府是上游經濟制高點 控制了金融就可以把錢都拿走了 習近平如果真心支持中國民企 那就做些實際的事情 比如將被判刑的民營企業家放了 現在的企業家普遍沒有安全感 財產沒有安全 甚至人生都沒有安全 現在的實際情況 和習近平所說的相去甚遠 他說的話 和他做的事情自相矛盾 所以說中共高層已經沒有能力做基本判斷 因為很多有能力的人已經落台了 習近平最近大清洗 尤其是金融界清洗得最厲害 基本上將能幹的人都被習近平清除了 針對這一點 外界注意到 日前 香港首富李嘉誠長子 長江和極實業集團主席李澤鉅 未能連任新一屆中共全國政協常委 這一罕見變化引起輿論關注 外界分析 李澤鉅突然退出政協常委 可能與他的父親李嘉誠有關 因為李嘉誠近年與中共現政權的關係逐漸冷卻 據香港中文媒體報導 近日 中共官方公佈了第14屆全國政協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名單 外界注意到李澤鉅不在名單之中 這亦意味著 他未能連任新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對此有政協前常委表示 從未見過政協常委降級 做普通政協委員的先例 這次李澤鉅的情況非常罕見 事實上 過去幾十年來 李嘉誠曾經是中共的紅人 被中共利用 他不僅投舉指響中國大陸 還幫中共承攬國際項目 但自從習近平上台後 李嘉誠開始從中國大陸迅速撤資 甚至連香港的一些項目也轉移他國 對於李嘉誠從中港兩地撤資的行為 媒體形容李嘉誠走路 此外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 李嘉誠並未明確表態支持中共 外界推測 他可能與習近平的關係越走越遠 與此同時 近期富士康正傳出 將在印度展開大規模投資計劃 將員工人數增加兩倍 以提升iPhone生產速度 近日中國深圳富士康工廠傳出的消息顯示 工廠開始搬運設備 工廠內來了很多印度人來拆設備 據推特帳號《牆內之音》發出影片稱 本月7日 深圳富士康搬遷了很多設備 將要運到印度與越南 有很多供應商也跟著搬走 同日 另一部影片表示 深圳富士康來了很多印度人參訪 同時也有帳號發文表示 近期深圳富士康通知各勞工中介 3月底清員臨時工 同時鼓勵正職員工請假 拆除8條流水線 另外這兩天來了不少印度人 來深圳拆遷設備 對此資深媒體人博東偉 向希望之聲分析表示 中共的這個體制是液淘太制 官員能不能幹是其次的 關鍵是黨性強不強 聽不聽領導的話 比如好像這個財政金融 包括一些科技領域 這些部門它還是需要一些能幹的人 所以 這些年也提拔上來不少這種技術官僚 這些人至少是又紅又專 但我們看習近平執政這些年 他其實更注重的是怎樣聽話 而不是說怎樣能幹 但如果選擇這些人都只是聽話 而沒有什麼能力的話 那對中國經濟來說是一個災難 令中國經濟真是雪上加傷 習近平對這個金融行業的這種大調整 只會讓中國經濟更加惡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習近平真是一個加速師 多謝收聽這次的今日新聞 再會 注意erness record 希望大家可以掌插鬨 注意了 注意 稍 fast